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塔多治理财频道,我是Mike,今天是8月9日星期二 上两期视频给那些想准备在阳光地带那十座城市 简陋抄底的小伙伴们开阔了一些思路 从哪里找手,比如说在Tampa 简在哪里简陋抄底 你首先要清楚两年前的当地的价位是多少 最高点是多少,现在降了多少 什么价位你可以接受等等 这个价位可能是最高点下调了15%、20%或更多 也许是能让你净出租回报率达到15%以上 不同的投资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然后要清楚去哪里找 不要大海劳针 在Tampa是二手房还是新房里简陋抄底 机会更多 现在有些开发商促销力度很大 特别是开发商很密集的地区 比如说从Tampa的北面 Wishley Chapel 南面的Sun City Center等等 在这些地方你往往可以更容易的找到更好的地 因为这里的开发商最近快要过户的房子被cancel掉了很多 这张图书显示的全美新房的库存量高达9.3个月 上一次比这个库存量还多的是在15年前的2007年了 大家都知道2007年之后美国房地产都发生了什么了吧 这里我就不再重述了 光今年6月份全美新房房价中位数就下降了9.5% 当夜降幅比上一次次大危机任何时候都多 这就为何我在我的房产投资群里面跟我的小伙伴们说 这一次的暴风雨来得会更激烈 这里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在Tampa Epple Sun Lagoon的一个例子 这里已经经费西笔了 这个房价从5月16日45万7500 接二再三的降价 一共降了11次还没卖出去 现在的售价是38万8000 降幅高达18% 但是美国房地产投资便不及相依这十座阳光地带的城市 应观众的要求 我这一期特别把十座城市扩大到三个座城市 包括加州的几个主要城市 法盛顿州的西亚图 加州后华园如爱德华的博伊斯 犹他州的Solid City 东北部的纽约波士顿 费城边上的New Town附近的几个镇 以及中西部的Saint Louis 和阳光地带的其他四座城市 看看哪座城市建价房比例最多 在其中又特别关注建价新房的比例 看看从哪里的开发商能讲漏 好 让我们开始吧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所选择的三座城市 在八月份其建价房所占的比例 这里所说的建价房包括二手房和新房 一会儿我会特意的提供新房的数据 这里是按照建价房所占的比例的高低 给各个城市排名 前四名的建价房所占比例都在50%以上 好高啊 第一名是博伊斯 这个城市在阿德华州 是加州有名的后花园 因为疫情 很多人都可以不去公司上班 这两年这里的房价 涨幅惊人 高居全美的帮手 不过眼见他起高楼 眼见楼塌了 现在这里的建价房的比例 领跑全美 第二名是Sacomento 这个地方虽然是加州的州府 但其房价相对于湾区来说 是一直很便宜的 在赤道危机中也大起大落过 我当时在我这里的同个小区的朋友 还在那里买了一栋十几万的独立房 赤道危机前是三四十万 估计现在要六七十万了 同样这里是湾区的后花园 很多湾区的马龙袍这里把房子给炒翻天了 我频道中去年采访的一位嘉宾 Aries在这里也有一栋投资房 也是赚得盆满钵满的 第三名是在阳光地带的奥斯丁 这个我在我视频中已经提了五四次了 得一于加州硅谷大公司的帮助 最近两年的房价已经跟往前不可 同日而已了 第四名的是犹他州的Solik City 也有50%的降价房 又是加州的后花园 难怪呢 接着后面四个都是上一期已经提过的 阳光地带的城市 拉瑟加斯 凤凰城 Tampa 奥兰多 再加上硅谷的San Hosea 这就是建价房比例前九名的名单 几乎都是在40%以上 接下来第十名和第十一名都是在 南卡的海边 也都是旅游圣地Metal Beach和Chelestown 建价房比例分别是39%和38.3% 并列第十一名的还有加州的San Diego 的38.3% 这么好地方也照样有这么多的建价房 Berryu这个是西雅图的副整区 和西雅图大都市分别排第十三和第十五 北卡的夏洛特和北卡的罗利分别排名第十四和第十六 建价房的比例都是在35%以上 New York City这个是在东北部的城市中 建价房比例排名最高的来第十七名 这里包括曼哈顿和对岸的 泽西City和Forklin 第十八名的是加州的Riverside Riverside和LA的关系就像Sacramento和San Jose 旧金山的关系相似 不少LA或者是Ewan的投资者跑到Riverside 投资大大炒高了当地的房价 现在也开始退烧了 第十九名的是东北部的波士顿 其建价房比例在这名单上排名最低 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好以上我和大家分享了全美各地三座城市 建价房的排名情况 大家都可以看到而硅谷的高科技公司 脱不了干系 特别是前四名都在百分之五十或以上 而这些建价房是包括二所房和新房了 那大家可能会好奇新房是不是建价的比例会更高 所以我这里就跟大家分享第二组数据 哪个城市的建价新房所占的比例最高 好 现在大家在这一行看到的第二组数据 第一名是加州的Seguimento 建价新房所占的比例是百分之六七两一 也就是说有三日二的新房在建价 太恐怖了 可能这地方开发商建的新房太多了 最近两个月利率暴升 很多买家在最后一刻 决定不过户了 或者过户不了了 导致开发商的库存量暴增 开发商他断了资金量 只好各三差五的房价往下调 第二名就是 博威斯也有百分之五十四 也就是一半以上的新房在建价 在这名单上前九名 还有百分之四十六点八的Riverside 百分之四十六点四的Saint-Jose 百分之四十六点一的拉斯加斯 百分之四十四点七的Fremont 百分之四十一点九的休顿 百分之四十点六的达拉斯 还有接近百分之四十的奥斯丁 能看出德州的三个城市 都在这个前九名的名单上 前四名呢有三个加州 一个是被称为加州后花园的博威斯 看看加州的开发商 这一次是吃不了要多得走了 这一次疫情以来 美国阳光地带的房市 风展示加州硅谷科技 大产的马龙到处做法雷风 为各地的租客 费尽忘食的抢房者 而引起的 最后也是因为美股 特别是科技股上半年的暴跌 使这些马龙已经买不动了 而宣告结束 在这里的前八名城市中 有六个城市是建价新房的比例 超过建价房的比例 说明在这些地方买新房更容易讲漏 还有两个分别是 博威斯和拉斯加斯 这里的建价新房和建价二手房的比例差不多 所以今天还是从新房住所减漏吧 在实名以后的21个城市里 有20个城市的新房建价比例 第一二手房的比例 除了斯巴拿之外 在斯巴拿减漏 可以考虑从开放商的新房住所 因为这里的新房建价的比例 有28.4% 一二手房的建价比例要高不少 但是虽然在其他的20个新房建价比例 第一二手房建价比例的城市中 并不等于简陋就不去看新房了 确实现房 在这些城市里 更要花点时间去找出哪个镇 或者新小区 可能有高比例的新房建价 比如说在Temper的威斯利·夏普 特别是艾伯森·拉棍这个小区 新房的建价比例高达59% 远远高于Temper的43.2%的建价房的比例 所以在Temper的威斯利·夏普 要检陋的话 最好是先从开发商的新房开始 好 这一期就和大家展开聊聊 全美各地在哪里 更有可能抄底和检陋 这里分享的 纯属我个人的观点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样的视频的内容 别忘了留言点赞 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观看和聆听 下视频再会 Bye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